现在我在外环高架上就已经可以开启这个NGP了 然后其实挺有挑战 这段路非常堵 然后我现在要出去掉头 然后我不知道它会怎么处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小鹏给我推送了2.5版本的软件 这一版本软件最大的更新就是有了NGP 我真的是超级激动 因为之前那一版β板试驾我是没有趣的 所以这次我终于能体验到正式版的NGP了 然后现在昨天晚上它已经自动更新好了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 然后我现在准备试试看这个系统 这次更新完了之后 它所有的这种AEB或者是主动预警相关的功能 都已经就都有了 然后在下面需要开启这个自动驾驶辅助 然后开之前要先看个视频 车到剧中就开启了 然后要再开启自动便道 自动便道现在之前是65 现在降低到45 45的话其实就跟理想未来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在高架上线速80的地方呢 就使用的几率就大很多 然后我们再开通NGP 这个呢要在手机里测试 哇既然要15分钟 哦 激活成功 然后我现在应该就可以开启了 正在等待验证全片 OK那我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对吗 导航到上海市松江区雾松公路3778号 结果是第几个 第一个 好的 当GP已开启 哦 哇哦 现在我在外环高架上就已经可以开启这个NGP了 然后其实挺有挑战 这段路非常堵 然后我现在要出去掉头 然后不知道它会怎么处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可以看到它这个探测能力 因为它这个仪表上显示的区域比较有限 所以显示的东西呢比较少 到了这边之后呢 其实可以看到它可以 可以探测到周围非常多的车辆 这也是它开启了周身的 这大概八颗左右的摄像头之后有的一个效果 然后包括这里的车道线都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车道线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是基于高精度地图的信息 而且周围的这些高架的这种模型 然后周围楼房的模型都是来自于高精地图 小鹏也是第一个把这个可视化显示和高精地图 这个周围的楼房道路信息结合到一起的一家公司 而且非常厉害的是它这个探测能力真的是比这块屏幕上显示的要强太多 除了周围的这隔壁的车道的车辆 它连就是隔壁两条车道的车辆都可以识别探测到 这点还是非常出过预料 现在它自己打了右转向灯准备出去了 我看一下什么感觉 哇刚刚刚刚刚刚到可以变的地方 它就已经自己变出去了 赞 非常及时 跟我跟我自己看 现在就已经跪出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掉个头之后 轻轻上来 所以我们 我们并入主路 可以看到现在上了 一旦到了可开启路段 它就会在这个仪表上 就会有一个NGB可用区域的一个标识 然后仪表上这个小方向盘呢 也变成了另一种样式 然后我们现在 我可以开启 然后现在其实是 虽然是中午 但是仍然是非常土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由于地上的车道线 并不是那么清晰的一个情况 我第一次向右并杂道出去 东边道 OK 现在是一个扎道 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降速通过 它现在设定的车速是最高是60 60过这个外还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一会就要河流了 而且我现在看到河流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车 对于它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条件 我不知道它会怎么处理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搞定 哇 非常果断 非常果断 直接就切进来了 卧槽 赞 非常果断 而且它结合了高精度地图之后 非常好的一点的 就是其实现在摄像头 是看不到那么远 那么远地方的一些车道 包括一些车道线之类的东西 但是依靠于高精度地图信息 它全部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让你真的有一种 你不说 掌控了大局的感觉 即将合入主路 注意路况 哇 也非常果断 而且变道非常干脆利落 即将向左超车 在这儿 as几个地方挣在吧 没有そこの上 所以我们下车 发现了 我 我 是 我现在呢刚刚试完NGP 虽然试的路程比较短 大概也就是几十公里 然后我现在刚好也没电了 到了一个小棚免费充电的地方 现在刚把电充上 然后顺便在这个地方和大家聊一下 我现在几十公里体验下来的这个线阶段的NGP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呢 就是它在从外侧从扎到汇入主路的时候 尤其是我刚才在外环的时候堵车的时候 它的这个汇入的决策非常果断 然后只要一有空档立马就变道变过去 然后变道的过程呢也非常非常的干脆利落 那个方向打的真的是就跟我自己平时开车一样 这个是非常出货意料的 然后第二点出货意料的就是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我在最左侧车道 然后以120的车速正常 NGP再以120的车速正常行驶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仍然识别到了前面的慢车 然后向右变道把它超过去了 这整个过程中呢 所有的车速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个是非常高效的 就是它提前探测到了慢车 然后在不影响车速的前提下 把这个车超了 像我之前用过的特斯拉NOA的话 它基本上都是先识别到前车 然后减速变慢 慢了之后呢 然后在右侧煤车向右变道 变道的时候再把它超过去 这个是我觉得体验第二好的地方 然后第三好的地方呢 就是刚刚松松在开的时候 从因为也会遇到 在我们在外环的时候 也会遇到右侧有车 河流河到我们前面来的情况 这种时候呢 低速情况下有加塞的情况 我现在碰到的几次加塞 它都完全处理了 它都自己处理了 这是我非常惊讶的 这识别能力还可以 这种加塞都可以 运机减速 这种贴着的加塞都能 都能识别可还行 这三点的大概就是我 现阶段用NGP下来 令我非常惊艳的地方 然后总结一下就是 我觉得现阶段的NGP 基本上可以做到 就是我上了高速之后 就是我刚才碰到的 讲的三点令我惊艳的呢 基本上都是比较难的三点 然后我觉得就是 把它开上高速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可以实现 我几乎觉得不需要人在接管 而且它的整个操作的动作呢 跟老司机都非常接近 然后也没有多余的一些操作 但我不能说 跟我们这种激进的驾驶方式 能有能相提拼论 但是总体而言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也会开这辆车 在过年的时候 从上海开到渠州 我的家里 然后看看这400公里 NGP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那简单就说到这儿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